我這樣講好了 這個事情 他有可能第一個 確實如蔡政員所講的 柯P聽錯了 第二個 是那一位企業家 為了不想見柯P 所以他就自己碰轟 說我已經捐給對手三億了 我不想再捐錢了 是為了要拒絕柯P 那這是第二種可能性 那第三種可能性就是 真有其事 那這第三種可能性就可怕了 那我覺得柯P這話一講 恐怕會讓他自己在 未來這一段時間 被特徵組約談 因為特徵組不是在查 政治現金案嘛 恐怕柯P這麼一講 有人要捐你 而且企業家如果當面 跟柯P講 或者是說企業家的幕僚 為了不讓柯P 跟他的老闆見面 跟柯P講說 這個我已經捐對手捐了三億元 那這件事情我相信 如果我是特徵組 我也很好奇 這個企業家是誰 我必須說一個市長選舉 我本來以為 這個蔡正元報得料說 這個頂心有找中間人 說願意捐兩千萬 我那時候又覺得說 一個市長選舉就敢給兩千萬 我已經覺得說已經匪夷所思了 現在來個三億市長選舉 就來個三億 這是總統級的一個數字 我不曉得這中間是到底是真是假 我認為真相只有一個 第一個 柯P現在的形象 就是他不會說謊 我相信柯P被那位企業家的 這個周邊的人跟他說 已經捐了三億出去 我相信柯P是認為 是卻有歧視的 但是第二個 如果真有歧視 後續就是我們要來討論 為什麼一個市長選舉 你三億能夠賺多久 你台北市未來 這些雖然台北市一年的預算 有1600 700億 但是你想想看 這1600 700億 你也不可能 所有的工程都給企業家包 一定要包工程才能賺三億嗎 本來就是 真的 等一下我給你看不一定 我不一定嗎 但是你要包不只是工程 你也可能包這些所謂的活動 你也可能包廣告 但是如果說這個企業家 什麼好處都給他包 那也會惹人非裔 今天大家所質疑 馬英九跟鼎欣之間的關係 是因為鼎欣在短短的 這兩三年內 這感覺起來 馬政府獨厚鼎欣 才會惹人 這個覺得說奇怪 這到底馬英九欠了鼎欣什麼東西 說鼎欣當年捐給馬英九 到底多少錢 否則馬政府 何須對鼎欣是如此厚愛 同樣的如果說這位企業家真的捐了三億 我認為台北市政府必須要花很多 必須要把很多餅交給企業家 也會讓人家注意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既然柯P講了這個話 我是相信柯P講的話 我認為他是在政治人物裡頭 是比較誠實的人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問 第一個請柯P接下來講出來 這個企業家是誰 好 那我們也希望這企業家出來面對 你要三億 你給這個三億 你到底想要拿到多少回報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億怎麼賺回來 很難嗎 一定要拿到台北市的工程才有三億嗎 怪畢 今天新新聞出來了 我給大家看這一篇 這是已經做過的事情了 慶元在這裡 等一下請慶元來提一下 包括雙子星 請問如果按照當時真的給他做了的話 約簽了的話 請問這三億容不容易 我們再看 建商蓋甲工員換融機率 市府辦基金會硬稱雲子館 好錢市長的花博爛尾報理資 綠美化獎勵融資 是綠化 不是綠軍的綠 綠美化獎勵融資 大宋建商利多 台北好好看 隨隨便便 你只要種一些花 花不到50萬 花不到30萬 給你10%的獎勵融機率 這10%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這裡有寫 他說以華固建設改建 天母慎道院兒童院為例 10年建商申請綠美化專案後 1715坪的基地面積 假設融機為3600坪 建商拿到了10%的融機獎勵 等於可以再增建360坪 若以每坪售價50萬元計算 光是綠美化得到的融機獎勵 就讓建商增加1億8千萬的收入 何況位於天母昂貴地段的 盛道兒童之家 每坪售價絕對不只50萬 如果是100萬的話 那就是3億6千萬 重蘭是80萬的話 那也將近3億啦 一塊建地就有這麼多了 所以3億算什麼 請問再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也是李慶年在追的 日勝生吐了76億 否則優先處理 也就是日勝生如果不還台北市政府 這76億要優先處理 可是他賺的才76億嗎 有人說可能市政府賠了100多億 少拿啦 100多億對不對 慶年對不對 如果100多億只拿回76億 甚至日勝生都還不願意給你的時候 請問這3億又算什麼呢 所以慶年 3億很難嗎 很難賺回來嗎 很簡單 很簡單啊 其實只有市長規格才有可能用亦來亦去的 市長這個議員規格 能夠到百萬就已經難上加難了 10萬你就懵求了 做懵求了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為什麼市長規格他幾億是 只要你願意的話 而且你有當選聚會的話 我相信企業界他是願意捐的 但是他本身一定有他的企圖心 我舉例來講 台北市有很多的公共工程 他本身的話 一比下來 那不只超過3億 那可能賺30億 可能賺50億 我舉例來講好了 比如說 台北市有很多設定地上權的工程 像信義計畫區有幾塊石油地 他就辦理設定地上權 你一擁有以後就是50年 你整個設定地上權以後 你賺的絕對不只3億 第二個 最常見的就是聯開案 聯合開發案 基本上主導的是捷運局 比如說雙子星就是聯開案 美和市就聯開案 那聯開案的話 其實只要室有的土地 占相當大的比例以後 他上下其所的空間就非常的大 那麼再過來的話 舉例來講好了 BOT案這個大家所熟悉的 對不對 還有現在台北市正在廣建工營出租住宅 我今天柯文哲說要蓋五萬戶工營出租住宅 問題目前只有不到五千戶 還有四萬五千戶要蓋 那這麼大的重大的工程 柯文哲如果要推動的話 每一件可能只要都是屬於五十億百億以上的所謂工程的造價 這方面來講 裡面你說你要一個三億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今天像那個美和市剛剛講過了 按照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至少圖利日甚深不當圖利一百億以上 對啊一百億以上 那另外像那個交球轉印站 還有甚至包括我們旁邊的市府轉印站 這兩個轉印站其中交球轉印站 圖利日甚深 我坦白說我一直在舉發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檢調單位就是不去賣 這裡面圖利日甚深圖利的更嚴重 為什麼交球轉印站更嚴重 因為你看 這是一個轉印站是個BOT案 業者可以在興建完成的時候 竟然可以全部他的造價不但全部回本 而且至少先賺二十億以上 然後所有的商業設施 所有的樓地板面具全部都已經回本了 然後他可以經營七十年 五十年加二十年 各位看看 這哪是三億 交到付十億他都願意 所以就是說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當然是有人願意去捐一億兩億三億 給市長候選人的 所以從這三億我們看到慶元 台北市議員李慶元 他在追得日甚深 有沒有輕輕鬆鬆就三億 簡單得很 我再問 國發院的土地 由機關用地變更為建地 好幾萬坪就變更為建地 請問這麼一變更 付三億願不願意 三十億他搞不好都願意 所以要問的是 新燕土地案頂新的 請問如果付個三億 把新燕土地案變更 有沒有價值 所以我們都要問這一些 所以大家再看這一個 賈文創真開發 楊石秋嗆富邦賺很大 到底賺多賺多大 楊石秋會繼續的慢慢的 也會在我們節目來告訴大家 三億小事 所以 欸 可可姐 三億 三億還算起來 我覺得這個富邦 松燕文創這個事情 不只是說他用非常低廉的價格 去拿到權力金 然後還可以 從中說不定還可以當二房東賺錢 這麼的一個微小的事 而是說這個松燕的文創園區 他把文創這兩個字 做了非常扭曲的這種意義 那一開始很多的財團企業 他沒有去標這個文創 這個松燕這塊地 因為他們覺得文創 絕對不是什麼旅館啊 咖啡廳啊 什麼書店啊商城 結果沒想到 富邦不曉得跟前任的 好市府任內的哪些副市長們 或是說某位副市長啊 據說啦 那建立了好關係之後 就搞出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弊案 那絕對必須查 那連柯市長都說了 說他法律上面還拿富邦沒辦法 但是他也料話說 將來我會找一個方式來對付你 那三重信念那塊地 我認為朱市長 他即將成為國民黨的主席 這個這塊地 他的源起其實不是朱市長 是朱錫偉任內 那朱錫偉他在任內 其實他的身邊的重要的辦公室主任 還涉及了這個貪污案 而且還已經是三審定業在坐牢當中 那這個案子 朱市長好像一直覺得這個是 自己以前的老大哥的案子 他就一直有點動彈不得的感覺 可是醜媳婦主要見公婆 我認為三重信念那塊地 早晚特徵組也是必須查的 因為那塊地的幣案我跟你講 他不只是變更土地的問題 那我也聽到一些留言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趙鋒金控他連帶那麼多錢 然後他趙鋒金控自己還變成開發公司的股東 這個蔡友才趙鋒金控的董事長 問題大的咧 那這也是特徵組要查的 那回過頭來講這三億 三億 如果拿這三億 如果他真的當選市長的話 那這一些全部都過關喔 三億對這位三億先生跟連家來講 他不是一個大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 我不認為這位三億先生 他只看準在台北市 那當然台北因為在好市府任內 他已經得到了一個3C商城的開發 然後過去還有一塊濕地 本來想要去開發 後來被很多的立委 像張曉峰女士等等給這個赤回 這個三億我自己看 那從我的了解 他有好幾個層面 一個就是說 反正給我的好朋友的兒子一個紅包 因為我的好朋友2004年選總統以後 就沒有再選了 可是他的那個好朋友 那個爺爺 帶他好多次進京 這個去朝見天朝的這個 中南海的主人很多次 那所以去了都十幾次了 那給個紅包吧 一次三千萬十次 嚇死了 哪有那麼大的紅包啦 所以 他們這些人是超級有錢人啊 那你給那個連聖文紅包 只給三十萬嗎 那這個三億 其實就算是沒選上 也算過去報恩 因為老實講 連爺爺爺也幫這位三億先生很多忙 他在大陸的那個這個關於智慧產權的問題去說 他在打得火打得非常火拼 而且非常激烈的時候 爺爺是幫他跟高層講了話 所以這位三億先生 我是傾向非常相信是存在的 因為三億先生講話很豪氣 而且中間呢 是有一個中間人的 那個中間人呢 其實今天他有出現在電視上 那我覺得他好像講話還蠻肯定的 這位中間人呢 他平常講話沒有那麼肯定 可是他今天面對記者講話蠻肯定的 所以呢 我這樣比對的結果 我發現這位中間人幾乎80%證明了 這位三億先生有在他面前說這個話 而且這位中間人跟這位三億先生 他們在太陽花懸運的時候曾經合作良好 那因此柯文哲先生所說的那個 有人說已經付了三億給我的對手 不換人 這個不是這個企業家直接跟柯文哲說的 是透過這個中間人說的 那因為本來說要請這個中間人去約這位企業家 那柯文哲先生想跟他見面 那結果三億先生就跟他說 我已經給了對手三億了 我不換人了 所以現在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位三億先生 因為他在助選階段都滑鐵路 從北到南都一直在敗北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 自從1129到現在好像沒看到他的這個影子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台北跟郝市府八年任內 有非常多合作的案子 而其中有一些合作案子 包括了過去什麼去上海啊 這個論壇啊等等 中間扮演了很多奇怪的角色 我曾經聽過以前的好市府時代 後來他在第一任他就辭職的一位 好市府身邊的一位非常高級的幕僚 就跟我說過 他當時辭職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怕將來會跟這些人一起 被送到監牢去 所以他辭職了 那其中有一個關鍵 我為我講的話負責 慢慢的四億元可以查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就是 好市府在一些合作的案子裡面 給了這個三億先生一些商城的開發 那這個商城開發是什麼 呼之欲出 那所以柯文哲昨天 雖然只是一句話而已 不能四為路嗎 一定要發得路嗎 但是柯市長 我提醒他的是 你今天講出了這個話之後 那未來你在處理這位企業家 跟台北市府之間過去 是不是有違法的這些合作關係的時候 你可能要更加小心 更加有法律的基礎 但是呢 這位三億先生 他個人在政商關係之下 利用政商關係 擴大自己的事業 幾乎已經從 十月二十九號的這個選舉當中 得到印證 其實對他來講 是情何以堪的一件事 學生 剛剛這個利用講的 我看柯文哲準備給我特徵主業談 三億耶 我覺得柯文哲誠實不會說謊話 但他涉事未深 可能沒辦法變出說話的真跟假 這我必須要坦白知道 可能是誇大就對了 那位三億先生有可能講說 碰烘吹牛啊 因為他給你一個軟釘子 所以柯P的問題 可以問另外一個柯P 也另外一個柯醫生 問我們柯建明 我就實在講 就問柯建明 這有什麼 大家就不要遮來遮去 就問柯建明到底真假 你有沒有陪他去 那對方是不是這樣講 那對方這樣講的時候 他到底 沒見到面 對 那不管怎麼樣 那是不是這個轉述的過程當中 意思就是說 給你一個軟釘子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位號稱被影射捐三億的 這位郭台銘先生 我是坦白講 是郭台銘啊 不是 因為剛剛都這樣講的講究 我實在講嘛 網路上有影射 對 影射他 但我必須要講 那郭台銘一定說冤枉 對 但是我必須 站在國民黨立場 我要謝謝郭台銘 因為能夠一個企業家 在選舉期間 旗幟鮮明 支持藍營的候選人 我站在國民黨立場 他冒很大的風險 因為一般的企業家 做到這麼大 他通常都低調 然後藍綠兩邊都壓 然後按照勝負的比例 給不同的支持 因為他兩邊他都不想得罪 但是郭台銘敢這樣做這個事情 每個人可以揣著他的動機 但就國民黨來講 他沒有去挺國民黨以外的 縣市長候選人 我覺得國民黨欠他一份情 但是如果他有被影射到 任何的事情 如果有人去檢舉 那麼特徵組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所以我主張就是直接找柯P來 然後再傳下一個柯P 然後再傳 然後聽你這麼一講 郭台銘也準備進特徵組了 沒關係 要進特徵組沒關係 我們 coco都進去了 都進去過 特徵組不是一個 進去就出過來的地方 你沒做壞是怕什麼 特徵組是好地方 要去做證嘛 真相大反嘛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選到立委成績 立委捐贈大概100萬 100萬最多了 那已經很少了 那你說選到市長 我沒有選過 那你說要給到1 很難 其實不容易 通常到千萬千 是有這個行情 但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說是給紅包 給小費紅包 我覺得 我選了這麼多年看 感謝歷年來的幫助 給千萬 算是一個行情 算幾個千 是有可能 但他會找幾個人一起說 我給你一個數字 他起頭 我幫你辦個餐廳 起個頭 可能是好幾個企業家 對 合捐 捐一個總數給他 這個有可能 但你說自己一個人捐3億 我大概看台灣 即使總統大選 一個企業家大手筆 捐個用意來算的 我覺得很難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是 柯P可能是 別人給他軟釘子 他把別人講的假話 當作真話 涉事衛生 這個也不能排除 所以剛剛立雲一開始 就幾個可能先講 其中這個可能 就是今天蔡政員也講話 蔡政員他出來講 他說 柯大仁你誇大 但是也許不是柯大仁誇大 也許是柯大仁碰的那個人誇大 柯大仁 柯大仁 涉事衛生 他就相信 也許是這樣子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競選明細公布 柯連差很大 柯文哲他是把他競選 包括他收多少錢 包括花多少錢 連那個什麼拜拜的 凍蒜的蒜頭 一百塊他都把他列進去 這真的是巨細米夷 那這個是準備都讓大家好好的查 他不怕 公開透明 不過對照 連勝文他怎麼講 我為何要去做法律沒有要求的事 法律又沒有規定 又沒有要求我要 把這些申報出來 又沒有要求我要公布 我幹嘛要公布 不過那我也要問一下 法律也沒有規定 你上車要排隊 請問連勝文 你如果坐公車 你敢不排隊嗎 你可不可以衝進去說法律沒規定 我要排隊 你還是要排隊 為什麼 所以有時候不能用法律 有沒有規定來講 這是當然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來講 也許接下來 監察院的 包括這一些 政治獻金 選舉機會的公布 因為現在還沒達到申報的期限 申報了以後 大家一定會檢驗吧 我們昨天內政委員在審查黨產 國民黨其實 很多的立委 或者是市長 候選人 所以拿黨產選舉好像蜥蜴為場 所以 剛剛學生委員在講政治獻金 其實你要了解說 郭台銘支持國民黨 這個我覺得各扶其組 他要支持國民黨 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你假如說有開發案 有建案 是在地方政府正在進行當中 你給政治獻金 這個可能涉及對家 這個可能是涉及貪毒 就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郭台銘都沒有捐給國民黨的候選人嗎 這個我不相信 坦白講 所以也許 郭台銘先生的三億 我認為也許是碰碰一點也有可能 或者只是純粹俄西場 但是有可能是說捐給國民黨的總額是三億 這個也有可能 或者直接就給連勝文三億 這個也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先生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那Coco姐剛剛講了很多 其實他忘了一個 阿鍾銘呢 那他弟弟 那是郭台銘 對 那個土地開發涉及的一個利益 就不是只有十億二十億的 那不得了 那個是全部變成別墅用地 那不得了 這個有一些土地變更案 是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這個營建署在審查這些相關的變更 我們就覺得說這個變更案很有問題 但是台北市政府一直推 那營建署也有人在護航 那我就覺得說 假如在敏感的時機 捐了那麼大筆的政治獻金 那我覺得這個特徵主要好好的查清楚 不能這樣隨便 隨便這樣呼嚨了事 就隨便說這個是嚇唬人 所以我說問柯P 然後找另外一個柯P來作證 然後再把郭台銘再把他交進去 董博凡 對 第二點 我認為柯P當然選後 其實他選舉文化這個時候 我很肯定 但是也不能講話講一半 這話就吞下去就不講 我覺得柯P既然講了 這也不能說話就講一半 然後不明不白 真的是郭台銘好像有捐一樣 假如郭台銘沒捐對不對 所以你講你就要把話講清楚 我覺得因為涉及到說 郭台銘跟台北市政府之間 有那麼多的開發案跟建案 以及說有一些土地的一些開發 等等這個部分 我覺得柯P要講清楚 我覺得講清楚 假如有的話特徵組調查 假如沒有的話 也還郭董事長一個清白 所以我覺得講很簡單 但是話不要只講一半 我覺得坦白講柯P這樣 是有點唯德不足 我覺得應該把它講清楚 必要的時候就到特徵組去作證 第三點我要講的是說 三億多不多 多啊 很多呢 對我們來講很多啊 你記不記得總統大選完 大家那個Coco姐在講說 鼎心捐了兩億給這個馬英九 對不對 蔡正元委員不是出來講嗎 說這個鼎心不可能有那麼慷慨 很小氣 不會捐到兩億 但是你記不記得 鼎心原來是要捐兩千萬給連勝文的 所以你意思是說 應該是兩千萬以上兩億以下 按照蔡正元的說法嗎 沒有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捐給兩億 假如鼎心是捐兩億給連勝文 捐兩億給馬英九 我覺得這個比例原則差不多 就差不多 你按照人口數 土地面積 你捐給市場算快兩千萬 你捐給總統算快兩億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鼎心有沒有捐錢給馬英九 我覺得還要再查 這個是有可疑 有可疑 對 那鼎心 假如是兩千萬給連勝文 那郭董事長他家 我們剛剛講過 那麼多的開發案 捐三億這樣我覺得也是 按照常理來判斷 也是符合比例原則 對不對 你領先在台北 沒什麼事情在做 沒什麼大的案件案在做 有啦 信念土地案 那個是新北 新北市 那在新北市 所以你說假如 以連加這種越來越去的這種 這種 揮紅的這種 家大業大的這種 這種規模 你說捐三億 對連勝文來講也差不多而已 所以我覺得對 所以我覺得說連勝文應該也要出來講 你到底有沒有 你到底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不要說沒有說的你有講 你有說的你也交代清楚 我覺得坦白講 法律 當然法律沒有要求你要做 但是你政治人物不是只有 符合法律的規模 政治人物 你有政治的倫理政治的道德 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沒有錯 你不能到頭用最低限度 剛才那個 我尊重的一個學生委員 因為他國民黨籍 現在國民黨現在進入一個 金錢上的處理上的一個風暴期 他必須做一些辯護 不關我什麼事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接觸 我知道跟你沒關係 但是這個事情絕對不是說 到底是不是誰碰空啊 或者說誰吹牛的問題 因為這家企業 三億先生的企業 在郝龍斌政府時代 確實有非常合作親密的開發案嘛 當時那個邱頁元的這個案子 也不是沒人討論啊 邱頁元 最知道嘛 那如果我們要這個 很多的政商關係 就是大家在合理的懷疑當中 來調查出來的啊 那他跟這個郝龍斌的關係 這麼密切 那郝龍斌跟連家關係 這麼密切 那你到底有沒有什麼 前進後卸的問題啊 這個三億不是隨便一句話 就解決的耶 這個三億應該是今天 今天就要啟動調查的耶 那我們這個國家很奇怪 很多事情都要叫名嘴們 或者說政論節目裡面 呼喊半天啊 然後當事人喊冤啊 出來告人家 然後告得到上法庭 才能找出真相嗎 這個對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這個市長 我同意陳委員的意見 就說柯市長 你不要這樣講完之後 你可不是名嘴啊 你可不能這個講完就結束啊 你講完之後 你的台北市政府的政風勢啊 就把那個三億先生的企業 跟過去台北市政府的這個國民黨 16年有什麼合作關係 當時聯勤那塊地是怎麼回事 就差一點到他手上去啊 2022兵工廠 還使得一個親民黨的不分居立委 氣到辭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企業 他跟國民黨 跟這個台北的好龍斌政府 其實關係是非常親密的 那很親密的情況之下 或許柯P還沒有意識到 因為他現在腦中是什麼雙子星案 梅俄斯案 或是什麼其他的這些 什麼花博案等等 這個案子 他可能還沒有進入情況 但是柯市長 你昨天講那個話 你收不回去的 你不能說 我只是講選舉經費的問題 而是政商之間的問題 我們趁這個機會啊 一網打盡 把所有過去的那些腐爛的事情 全部把它擠出來了 一網打盡 慶遠 看起來這三億 接下來議會開會的話 一定有人問 一定會有人問柯文哲這三億吧 這些議員磨到禍禍嘛 我覺得柯文哲 確確實應該把話講清楚 舉例來講 你一定是透過中間人 他不會自己去跟那個企業家聯絡的 對 那這個中間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回應 然後還有這個企業家是誰 我覺得柯文哲竟然講出來了 有必要去說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就我來看的話 也未必是鴻海的郭台銘 因為 除非說這個人 我們一般來講 會捐給你什麼 什麼一億兩億三億 無外乎第一個要還人群 也就是說 這個人是不是過去欠了連家這麼大的人群 那第二個呢 他投資未來 那如果談投資未來的話 台北市其實目前未來只有一個最大最大的標案 雙子欣 七百多億 再過來就是空總 空總雖然是中央的 但涉及我們台北市要不要放手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的話 才有足以投資三億以上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說 那現在議會一開議 其實喔 整個議會所有的議員都是在野黨 沒有一個是執政黨 所以這個會不會繼續發酵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好